好,例如说我现在我打开开启一个影像 然后把这个影像呢 例如说编辑去做一个反转 任何影像都可以哦 好,那针对这个影像呢 我会希望这个密体的效果出现 第一件事情 把这个图层管理员 图层管理员再做出一模一样的图层 那就是再制 所以你就用滑鼠右键针对这个基底 就是背景层再制 你看是不是就有两层一模一样的内容 然后针对上面这一层 我们可以去改层 改层这边有一个叫做浮雕 改层叫浮雕 那你怎么记 例如说这个浮雕 各位应该不难去想象什么是浮雕 就是会有高低差 那它为什么是放在填充与材质这边呢 这一直都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填充与材质 浮雕 这都就是浮雕嘛 各位应该知道什么叫浮雕 很类似像那个石刻或是明板画 那种那种感觉 那假如说我今天 这应该就是我既有的影像是凸出来 对不对 这是凸出来的浮雕 这是什么 凹下去 那所以我会希望说我既有的影像凸出来会比较明显一点 这边还有选项你可以再去做 再去做一些其他的控制 比如说深度 好 或者是凸出来 我重新做 我觉得我想要把这个影像做凸出来 按确定 好 这样你做出来之后呢 做出来之后 我们现在重点就是这一层 这层影像 我们可以把它跟下一层做合并 那你这一层 例如说我去做重叠 重叠之后 来看有没有凸出来的那种感觉 这边去看一下 有没有凸起来的感觉 应该有吧 没有 那我就只能再多做几次咯 最近再看花仙谷 这是多练习几遍 然后就可以呈现成佛 好 是真的有 是真的有 好 就是他透过把这个边缘的光做出来 让你去看到它是一个立体的效果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事吗 这就是 这边我要介绍这个 重叠图层 就是把这一层跟下一层合并起来 好 你有这样子一个效果 意思也就是说你把这一层就当做是滤镜 滤镜 然后两层堆叠起来去看 它变成立体的这种 这种效果 看得出来 这字就很明显了 这个字就有立体的效果 这应该不用平感觉 应该可以看出来 好 它变成一个像立体的一个影像 好 那接下来就请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立体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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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